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加东时间2023年 4月21号星期五 今天继续说一下烂尾的事 曾经有人盘点过习近平上任以来的烂尾事项清单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10万亿芯片大战略 匈安新区和一带一路 全部列出来大大小小的事项有20多项 比较小的烂尾项目有 中国足球、千人计划、节能减排 和那个北京证交所 最近流行砍述这个青山绿水 算是新的烂尾事项 其实武统台湾这个事还不能说是烂尾 因为它没开打就不算开干 打不赢就不是烂尾的结果了 而是直接崩塌了 所以大大小小算起来 十余项烂尾项目 这个成绩肯定是有的 给习近平安上一个总烂尾式的头衔 是不算过分的 动态清零是一项非常独特的烂尾 本来这个事就不应该有 但是它又不是草草收场或者不了了之 而是原地掉头 来了个无缓冲开放 医院和药品都没有准备充分 造成大量死亡 华尔街日报的查证是 去年第四季度到现在 还有十多个城市的火化数据缺失 就现在 到底死了多少人 这事都还没边缘呢 动态清零这个事是应该结束 他的烂尾是民心所向 但是大家期待的不是以这种方式结束 所以这个事算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烂尾事件 那今天我们得来谈另外一项烂尾 它有可能是总烂尾式的最后一次烂尾的机会 什么呢 就是农村贫困化 那这一烂呢 可不仅是一尊把他第2个任期的主要目标 那个全面脱贫给烂掉了 还一起把中共改革开放以来起家的那个成果给烂掉了 因为1970年代末期 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嘛 80年代改革才深入到城市经济 最近 农管队高调现身 突然火了 是揭开了这个农村贫困化的一个序幕 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农管队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我查到的文件是2019年农村农业部发过一个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 那从这个时候起呢 农管队开始成为像城管队一样 拥有制服和标准配备的组织 但是其后几年这个农管队的存在感几乎为零 除了在政府文件当中偶尔露一下脸之外 我就基本上没有查到关于他们的什么新闻 但是去年2022年似乎有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2022年农村农业部发表了新版本的指导标准 意味着好像要动手干什么事了 否则的话 他不用修订2019年那个老版本的指导标准吗 然后就是从今年春更开始 我们看到有大批的穿着 类似于城管制服的农管人员称群结伙的出现在了 乡间地头上 被许多村民用手机给拍了下来 比如这个视频里面的 有专门农管人员拿着防暴盾干涉农民种菜的 还有从老百姓家里抓鸡的 那你说农管下乡 它干什么来的呢 有网民反映说 是来收垃圾费的 按照户口本上的人头来收费 进城打工的也不管 也得照样收费 还有网民说有农管人员拦查在路上开过的拖拉机 查你是不是征兆齐全 有没有违规的 还有呢就是拔掉农民种植的菜园的 还有去砍树的 还有调查农民财产的 你家里养了几头猪 几只鸡 有几亩地 几亩鱼塘 都得详细的登基在侧 江苏甚至还有农管人员 去农民的院落里面管农民怎么 晾被子晒衣服的 总之各种奇葩的表现都有 最近还热传农民种地也要领证了 领农民证 持证上岗 中国农民种了几千年的地 这还是头一回听说 种地还要领证的 据有官负责人说 有证书的农民活好 你看那个镰刀割小麦的 茬又短又齐 割下来的麦子也码得比较整齐好看 连这个施肥撒大粪 这个有证的农民活都好 一抡胳膊 这个泼出去的大粪是范围又广又均匀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农民考证 是不是也要先开一门怎么泼大粪的培训课程 收费999元呢 但是针对这个网上的很多质疑官方宣称了 农馆的主要职责 是严打假种子和假药的 就包括了假农药和假兽药 并不干扰农民的生活 但是你说这种工作吧 它其实只需要少数几个工作人员 就能够办妥了吗 他们只需要去农民家里面去搜集 这个农药和兽药的样本 拿回实验室化验 如果真有问题呢 就去找农资经销商就好了嘛 而且农民不报告的话 政府也没必要采取行动 那就不应该有什么 农馆人员拿着防暴盾 去农民菜园子里拔菜这一幕了 所以从来都没有存在感的农馆队突然高调平霸 它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它肯定是有财政上的动机 为钱嘛 比如前面讲的按照人头收垃圾费 这就等于变相恢复人头税了 人头税这个东西是一种极端落后的税种 它在中国是从战国后期开始各国普遍实施 但是在清朝雍正四年就彻底废除了 因为那一年实施了贪丁入母 就是把丁税 人头税 合并进田赋 也就是土地税里一起征收 这是啥情况 大清朝都取消的税种 今天又复活了 之所以说人头税 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税种 因为它是政府治理能力极端低下的体现 政府 它没有能力调查农民的财产状况 它没有能力准确的度量 农民所拥有的耕地也没有办法计算农业的产出 总之凡是动态变化的东西它都掌握不了 它唯一掌握的是啥 就是户籍 你家里有几口人 所以政府就按简单的来 按你家人口数来征税 那人头税这个东西 由于它不掌握动态财产的变化嘛 所以它非常非常容易变质 就成为恶政 因为你们家没地 但是人口没减少嘛 你还是得纳税 天灾减产了 或者由于欠债 你土地被别人给收走了 收入和财产都减少的状况下 只要你家人口没有减少 你应该纳的税也就没有减少 那不就成了恶政吗 清朝中后期有一个显著的情况 就是随着人口的增加 无地可重的人也增加了 他们没有农业收入 却要交人头税 怎么办呢 就只好逃亡 于是 这个赋税的负担 又转移给那些没有逃亡的人 在清朝这里的负担呢 还包括有劳役 就是农民一年得有一些时间 无偿给政府 当差干活 那这个 逃走的人负担就转移给了 剩下没逃走的人 这就成了恶性循环 那剩下的人不堪重负 那干脆我也跑了吧 这样就造成 贫困人口的流动大大增加 那户籍就失效了 政府就控制不了基层社会了 不管是农业生产 还有社会安定 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雍正执政初年 把人头税 分摊进田赋 合并征收 好处就在于税种简化了 工作也简化了 而且无地者 就不需要 再交人头税了嘛 康熙51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一道著名的诏书 是把丁税 也就是人头税的总额 规定成一个固定的数额 以后人口再增长 也不再增加了 那么雍正四年 又实行贪丁入母 那老百姓无田 就不需要交税 而且呢 这个分摊劳役这个事 是由政府 从这个田赋里面 支取 款项 雇人来做 那无地者呢 是既不用纳税 也不用再被强制服劳役 减轻的负担 社会就稳定了嘛 从而就彻底解决了这个 人头税的遗留问题 因此呢 咱们不吹也不黑 这些都算是有 创造性的善政 因此才有人家 康钱盛世 才有人家大清 两百多年嘛 你今天这个农管队 又拿着户口本 去按人头收垃圾费 直接的讲呢 这是一种随意的行政收费 巧立明目 它没有合法程序 事实上等于加税了 其次呢 你说你收垃圾 你提供了啥公共服务呢 垃圾怎么处理的 把你的账报出来 这事又说不清楚 同时 还相当于 恢复了 古老的人头税 局部恢复了吧 之所以我说是局部 因为 这种收费的对象 它肯定是 先针对 头几年 被忽悠进城买了房的 所谓新城镇化的 农民 这些农民呢 在小城镇买了房 但是家里 又离田间地头不远 白天 它还可以下地干活 别的地方的人呢 是进城上班 他们下地务农 相当于是 出城上班 还没有太大的不便 你针对这群人才能够征收 类似于 物业管理费的 垃圾处理费吗 他们得 现在城市有物业 才有市政上的 垃圾处理吗 那肯定 偏远的乡村 现在是顾不过来的 农管队现在下山摘桃子 他肯定是从那个树枝 最下面的 伸手最容易 够得着的那些部分 来摘嘛 但是这种敛财行为 肯定是打击 小城镇的 物业价格的 那进城的农民 一看我又被巧立明目 各种各样的割韭菜 那算了 我还是搬回农村吧 从而就逆城市化 这是说这个收垃圾费这事 所谓考证 它历来就是政府 无中生有的敛财之道 先编一套标准 然后检查 农民是不是达标 没达标 先罚款 然后再考证 考证之前还得先培训 交一遍培训费 割一遍韭菜 一次考不过 还得考二次三次 再收几遍考试费 拿了证以后呢 还有年减 还要收年减费 再割一遍韭菜 所以这个 农馆队下乡 它肯定是有割韭菜的 财政动机的 但是呢 割韭菜 它得有一个由头 再仔细一查 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的重点了 就是政府声称 农馆下乡 是2023 稳粮保供的 专项行动 稳粮保供 就是稳定粮食生产 保证粮食供应 这些农馆队是去监督 春耕粮食播种到位 去落实粮食安全的 那什么罚款啊 捉鸡啊 砍树啊 产菜园子啊 都是打兔子楼草顺带办的 老乡你想留下树不砍是吧 还有你耕地上开的菜园子 想不被产平是吧 那你们就交点 稳粮保供的罚款吧 它是这么来的 那这个事情是一方面说明了我们节目当中多次强调的 中国粮食安全的危险一直是存在的 那现在是实锤了 不是咱们这危言耸听 另外呢 它是表明习近平 想细致入微的 控制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这个冲动 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后面这个动机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一尊一决的不安全就得去加强控制 控制这个事儿吧 它就跟整容一样是会上瘾的 一旦有的人认为 它可以控制自己容貌的时候 它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焦虑 比如 对下巴最不满意 先把下巴整完之后 它对鼻子的不完美就变得难以忍受了 整完鼻子以后呢 又会觉得自己的额头看不下去了 就得接着整 陷入这种整容强迫症的人 它最终的收获 就是一脸的填充物和玻尿酸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体的自然老化 它的脸部就会扭曲 就会变得奇形怪状 所以过度整容的结果 就是毁容 独裁者对社会的控制 也有类似的心态 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 是社会稳定的底线 如果 买粮买肉都物价飞涨的话 那老百姓就过不下去了 就该上街了 所以一定要 稳住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他们就尤其害怕 农副产品的价格有大的波动 所以 义尊首先恢复的就是这个 共销合作社网络 就是想控制 物资 从农村到城市的流通 控制了流通之后 他还觉得不够安全 就想控制生产的源头 最害怕的就是 主食不够吃 真的闹粮荒 于是呢就有这个 2023本粮保供专项行动 于是呢 农管队就得着了机会 兴腰作浪 割韭菜 可中国的 历史特点恰好就是 你千万别控制农业啊 农业是最需要放任自由 最需要 无为而至的行业 只要政府一折腾农民 保证就要出大问题 往远的说 有秦末农民战争 往近的说 所有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 这都是政府 对农村和农业 强制干预的后果 中国农村社会啊 有一种 特有的脆弱性 就是经不起折腾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现在呢 也不能说 考虑的很成熟 这当中肯定有 自然环境的原因 就使得中国的农业 向来是高度依赖 农民个人的经验 和他勤劳的意愿的 政府遥控指挥 那是会坏事的 是会破坏农业生产的 比如说 成都平原都江燕那个地方 是接近黑色的土壤 平原边缘的丘陵 是黄色土壤 可是没多远啊 到了龙泉翼 就是成都人每年看桃花那个地方 就变成了沙制的紫色土壤 再往东去走没多远 又变成了红色的酸性土壤 就每个地方种什么东西好 它高度依赖 当地农民的经验 你一旦下了硬指标 说这个耕地面积要种粮食 扩大多少多少 那就完蛋了 既种不出粮食 又把适合于当地的农业经济给毁了 就是在中国的农业当中啊 微观地理环境起的作用非常大 就是同一个山坡 向阳的一面和向阴的一面 温度湿度条件都不一样 土壤条件也不一样 中国的地形非常复杂 平原占全部国土的面积 也就12% 所以农业的稳定 它是高度依赖于农民生活状态稳定的 所以政府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什么也不做 放任不管 千万别去打扰农民 可能一个节气差一两天 这一两天你组织农民开批斗会去了 政治学习去了 好吧 这年的产量就受了很大影响 一尊给谁指名方向都行 就拜托您千万千万 别去给农民指名方向 你爽了 可是很多人是要饿肚子的 那你该做的是什么呢 是创造 公平的市场机会 让种粮食有利可图 那农民自己就会去扩大耕种 在哪个地方开荒 你让他们自个儿去挑 你千万别去给人家剥画蓝图 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纳闷啊 为什么中国很多人会把 农民当成素质低 没文化的职业呢 在我看来恰恰相反 农业 是比 绝大多数职业都需要更多经验积累 和更多判断力的 职业啊 就拿我自己家里种草坪为例啊 我又是在YouTube上看视频 又是找了好几个有经验的人询问 但是 还是得经过前后几年 摸索失败的过程 那我这方面就有感受了 你要让我转行当个程序员 也许还行 让我转行当农民呢 那是一准失败的 而且这个农业的要命之处在于 绝大多数错误 从你认识到到纠正 基本上都得等到下一年了 像我们家樱桃树得了病 正为这事儿愁呢 怎么样去护梨果树 又得去专门学一门知识 美国的平原面积 占到了国土的40% 就光中部大平原 就占到了国土面积的 六分之一 我母亲 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成长 后来上高中进了县城 又回乡插过队 她第一次来加拿大 就看到安大略湖北面的农田 多伦多北边呢 应该说是和缓的丘陵地形 还不是真正的平原 她还没看到过 北美大平原什么样的 可是我母亲就看到 安大略湖周边的农田 她就特别感慨了 哎呀人家那个地怎么这么平啊 中国就找不到这么平的地方 这儿的条件怎么这么好啊 所以在北美农业 那真的是技术活 是高度机械化耕种的 而且北美的开发时间也短 人口也少 土壤是啥啥条件 都比中国简单的太多了 很多地方基本上就是你 撒下去什么就涨什么 美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他们是给农民补贴 是倒贴钱 让农民减少播种面积 就是老乡你修耕吧 你说你有损失 政府弥补给你钱 那目的呢就是要 减少农产品的过剩 造成的价格降低 因为你农产品一旦价格跌了以后 有部分农民啊 他是借钱贷款去开荒的 他就还不上债就会破产 那么几个周期下来呢 农产品的价格又会涨得很高 这种大幅度波动 就会影响到城市 所以也是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 那你看中国这边 农业的自然条件 比美国复杂太多了 政府的治理能力呢 又比美国弱得太多了 你拿不出钱补贴农民也就算了 你所做的最大的贡献 就是不去扰农 你就千万别干什么事就好了 中国的现状还在于 农民这个群体在财务上 尤其的脆弱 说农民很容易掉路贫困 那是因为他们从来离贫困都不远 基本上就在边缘上 他们的收入被压低 又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没有或者极少有医疗保险 又没有储蓄 他就如同一个人走钢丝 要保持平衡不摔下去 他就本来很困难了 你只要一个小手指头推他一下 他就会摔倒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扰农 这是中国这个社会的特点 当然现在要强制去干预农业 很可能就是总烂尾式的最后一次烂尾了 扰农最后的结果就是天下扰动了 你也就再也没有别的机会 办烂尾的事了 当然他最后办不下去烂尾 是很多人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是扰农的代价是扰天下 很多人是要付出饿肚子的代价的 那么好 今天的时事话题就聊到这 明天在会员网站 文招.ca上是谭金女士来聊 美国各州的税务与公共服务 在这期节目当中会谈一下 美国各个州是怎么样形成现在的税率的 我们要提到几个误区 第一 是不是一个州税率高 它一定收上来的钱就多呢 第二 是不是这个州的税率高 就一定公共服务就好呢 是不是收很多钱 他就真的会办很多事呢 第三 一个州的税率高 它是不是就能让社会更加公平 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呢 答案当然都是不一定 既然我们在很多期节目当中 讲了中国的财政和民生状况 那么回过头在会员网站 也说说美国的情况 那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呢 请订阅咱们 文招.ca会员网站 那在文招谈谷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 下个星期一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